好! 我不是全國現在 現在在北京的外國 來看你的內容 我的天啊 我才來 我起發了 你後來發了 你後來發了 出賣宣言 插合出生意 插合出生意 OK吧 給你講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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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羅家席,全民政治 My Radio,2012 每星期都會請不同的嘉賓,討論不同的社會問題 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立場,拆出不同的火花 人民力量逢星期三晚8.9 有陳偉業,跟你論正一小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套用深圳屋子的例子 其實我們就想,我看看能否給四萬元租房 我實際上非常之懷疑 因為那間房,其中一個說法是 你是要成為會員才能租房 我不知道威尼斯人在澳門的做法是怎樣 如果在美國,即是你去Vanitian,或者其他MGM 甚至Balachio這些六星級酒店和賭場 它這些Villa,即是叫Villa 它有這些套房,其實只有幾間而已 那些是別墅式套房 別墅式套房 它那間套房是說起碼五、六千呎的 然後有廳,有很多間房 另外有個花園,有泳池 然後裡面就是像燕窩任食 八二年拿菲任飲 那那些是甚麼客人呢? 那些客人就是,你最少要check-in 說的是一百萬美金 或者五十萬美金 即是買籌碼 買籌碼,check-in 那個叫做 check-in,即是你要放一塊錢 可能是五十至一百萬美金 才會有這樣的招呼給你的 有私人飛機載你去 OK?這樣的 那好啦,如果你爭士父子 那你又不是賭客 是不是? 那你是甚麼身份,甚麼理由可以 我又說,他有這樣的招待 他當然有客人 有這樣的收入 那你那個check-in一百萬美金的人 去處理這個房 即是 我即是用一百萬美金的那個人 順理成章 不是他的兒子 那他兒子也可以 即是他兒子拿一百萬美金 他招呼朋友去住都可以 你明白嗎? 尖培中就經常去 Bragil 有Villa招呼他 然後就 他的兒子 他老婆 就可以在這裡住 這樣招呼你 然後吃東西 全部都不用錢的 任你吃甚麼 但是先決條件就是 大客 大客的意思是 你要賭得 你明白嗎? 賭得的意思就是 你要賭很多錢 你明白嗎? 說你最少check-in 說你五十萬到一百萬美金 即是說你要擺一百萬美金 或者五十萬美金 去賭場 然後呢 放在那裡 你就隨時拿些籌碼 就在那裡賭 OK? 然後他才可以給你這些房間 住 很多人就不明白 好了 那時候 2007年 都還沒正式 opening 還沒正式 搞那些漂亮的房間 你已經有得住了 即是試住可能 要不就是你兒子 那時候還在讀書 就是有本事 check-in一百萬美金 去賭錢 那又沒有啊 那為甚麼要給你這個房間 即是兒子和朋友 放下一百萬美金 要不就是這樣 那個人去住 然後就給你旁邊的房間去住 但他現在說了擺本不是這樣 他給他爸爸住的 他們租的 他租的 他租的 他說普通人都可以租的 是啊 其實這個查下去 我想還有很多東西出來 普通人會租呢 我不知道澳門怎樣 應該可能性幾乎是零的 是啊 為甚麼這個道理 我解釋給你聽 因為他留下這些房間招呼大客的 你普通人給10萬元 港幣我都不會租給你的 原因就是 那我怎麼應酬大客呢 他來賭錢 你明白我說甚麼 你應酬不到大客的嗎 那些房間用來應酬那些所謂VIP 那些房間經常都滿的 那些房間 一定的 他要留回來 有些一定留回來 譬如有個大客 很賭得的 那他說要賭一兩億港銀 在澳門 那你給不給這些房間去住呢 簡單 所以整個問題 我覺得 為甚麼我今天要第二節拿出來說呢 因為報紙其中 今天很多電視台 嘗試去做這件事 打人玩辦 那些什麼 給了你的答案 我覺得 我跟他已經找過的看法 不成鬧的 沒可能 你不會說 譬如我扔下那筆錢 我要去住這個房間 基本上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老實說 你說只是給那塊錢 然後我去住 然後拿回那塊錢 都不可能要賭 你明白嗎 賭場的錢從哪裡來 你的皮肺這麼大 你告訴我 是不是 那些皮肺 是不是從哪裡來 那些皮肺 全部在你的賭客身上 你要賭才可以 那家裡的問題越挖越多 就是 接著這兩天 譬如你在美國 如果他不是旺季的時候 他會機票聯 酒店很便宜的 你住在很漂亮的酒店 可能是幾十元美金 一天都可以 但是 他的做法就是 這些小房間 他因為反正 都是空的 是不是 他是連機票 比如一張機票 你由溫哥華 round trip 去Las Vegas 連房間 三天可能 收你幾百元美金 但是你 幾百元美金很便宜 可以度假 但是你進去賭錢 你明白我說的 你要賭錢 所以他寧願 那些酒店空了 他便宜你這些人 那些就是普通的房間 給了那些普通的客人 那他要造成一個人流 有一個人氣 你就去拉老虎機也好 他都賺了你 你明白嗎 是這樣的 就是等於現在 那些 澳門的賭場 那些大陸人 進去賭現金 那些他不用多 每個人代兩萬元 進去輸賣 那好了 說一天 只是幾萬人次 你說收入多少錢 只是這些 就這樣walk in 的客 但你walk in 的客 他沒可能被那間房間住 當然很厲害 你現在下珠海 澳門的過境人數 是多於內地來香港的人數 所以你想想 澳門那個多厲害 你現在連串看到 很多醜聞 海禄空 大貪 這些豪華 這些你未必說是一個貪 但問題就是 你作為一個特首 你是不顧訓制 不顧訓制 就是貪圖 貪圖 那個豪華的享受 是吧 又不肯出那些錢 或者那個身份不對的 就去享用這個豪華的風向 所以呢 你現在這樣搞下去 香港真的 老實說真的 所以我們說 打小人的時候 我們其中一個 貪腐特首 丟香港 假爭任權抵打 就是這樣 你明白嗎 那些口號 是我們在一個單張作出來 昨天就跟著阿嬤 那些人喊 我們說八個字後面 就有人自動會說那些 基督徒那幾句話 我覺得很好 那個 改編的詩編 那些你又有權病在你那裡 但是最後還是要上帝打救他 所以 上帝不是打救他 如果上帝怎麼會打救他 你當然是想說髒話 不過有些人說我旁邊坐了一個Carroll 沒有說髒話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的 即是說你的笑容 說你的笑容都長和了 不是 因為這個小妹坐在我旁邊 她就經常笑口 其實我沒有想到這件事 有些人提醒我 你看看 即是自從這個小妹坐在我旁邊 她真的沒有說髒話 最多說五家產的嫂子 不知道多少次 那大家想不想我坐在這裡 那這個真的有些問題 你見到那個鄰角 你跟Taro的鄰角也是有點像的 像我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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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形容我女兒 女兒說口大大 口大大面闊 蘇菲亞羅蘭也是這樣 那些怎麼跟 世界美人 蘇菲亞羅蘭 那些七十多歲 八十多歲 那些八十歲 八十多歲 我是無獨 有喜歡幾個大口婆 都是好演技 有些人反對我這個說法 譬如說你為什麼喜歡這個朱利羅伯斯 這麼臭樣子 那我就說好演技 那你為什麼要喜歡這個 那就是 Angela 她也是很有型的 不過這些只是開玩笑而已 我們該說就會說 不過這個大舊就很反對我們說粗口 所以她對王上之後的節目 她也是有些意見的 但是王上呢 你越說他 他就越說多一點 所以我沒有出聲了 所以我從來都不會說 王上你呀 我不會說這些 我們要吸取一個教訓 就不要只是耳腦埋腦 OK 我們可以給意見 就是作為一個聽眾 但是那個節目真的很好聽 我們就幫他做一段時間 然後現在就不用我們去做 這個節目已經有自己的風格 那我們去做呢 反而有一點點擾亂了他的風格 你明白嗎 因為我去做 他不讓我說又不行 他真的沒有什麼機會說 對吧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我想想想都是 我真的很想做他的節目 好玩 而且呢 早上倒塌那麼早就要起床 我一定要六點鐘起床 我住九龍的 大哥 所以一定要六點鐘起床 那就是你被迫著要早睡 對吧 所以對我的健康是有些幫助的 每個星期做兩天都挺個人的 但是現在呢 就發覺 我們不做 和阿魯蕭不做 他這個節目呢 老實說 一定可以建立到他個人的風格 以及節目本身的風格 對吧 尤其是現在陳志雲 去做這個商台行政總裁 哈哈 那麼現在這個九零三之後 早上再請拿一些精髮 就踢走林海峰 現在就找個大口令去做 叫做左右亂局 你亂硬都可以了 我告訴你這個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看到商台這個 這個 這個余曾主政呢 他是很多怪招的 那就好 兩個陰陽怪氣走在一起 再加個大口令 這個最佳組合 我告訴你 左右亂局是亂了商台 所以那個車工廟 所以大班呢 大班應該借這個勢呢 可以堆倒這個商台的 奈何大班呢 又太過重有情 是吧 除了做地產代理之外呢 他又太過愛惜這個曾任權 是吧 所以有大班這樣的朋友 你又何必需要敵人呢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他都淒涼的了 搞到那天開台 都不敢請曾任權去剪載 採燒了 原本請了 原本請了他的 開台 大佬 免得記者盯著他 還有黃楚彪呢 大股東 全部共野一路 當然業主租客 交地產代理一齊 然後開台 那你說沒有利益輸送 那些人都不信 為什麼沒有應變計劃呢 你沒有一個特首來 你叫其他司局長 叫那個經濟公司 你和大班都很熟的 是吧 大班是最英明神武的 唐英年什麼肩膀 也是他教的 搞到結果這樣 卸博 是吧 爭任權 也是他教的 當然是 他教 他教唐英年不是這麼說的 我是不是全香港最厲害的 那個屎片醫生 就是鄭京岸的 最厲害的屎片醫生 你知不知道他叫屎片醫生 屎片醫生 小妹妹 先把麥克風 才聽不到你 屎片醫生 為什麼 台長你解給他聽 Spin Doctor 哦 就是屎片醫生 大佬 這個屎片醫生 是全香港最厲害的 是吧 曾蔭權他教路的 唐英年他教路的 唐英年他教路的 唐英年他教他 男人最重要是肩膀 公務人員 公職人員 最重要是腰骨 結果他就懂得射駁 是吧 就是 然後這個 曾蔭權他幫他做地產代理 搞出他帶頭髮 是吧 所以 人很難說的 一個這麼聰明的人 聰明就反被聰明 他會不會找你和我 當然不會 找你和我就不是聰明 嘩 幸好沒有教我們 你又會聽他教 不知道是什麼招數 你會聽他教嗎 是不是 你會聽他教嗎 你會聽他教嗎 唐軍行 唐軍行08年選舉 聽他教就輸了 是不是 不是都贏了 聽我教就贏了 聽他教就輸了 輸了就跟著一輩子 都沒有立法會員做 多有趣 有時候就是 一念之間的 有很多事情 所以這個世界 總之我一定是封鄭經漢 做全港最佳屎片醫生 是不是 有兩個例子可以證明的 一個就是唐英年 一個就是曾蔭權 OK 現在看看唐英年曾蔭權 什麼下場 你就知道這個視頻醫生 不是曾蔭權扮可憐 扮哭那個 是令到很多老人家 和很多婦女 對他同情的 哦 那這個就是鄭經漢成功之處 因為他之前寫了一篇 就說這個唐太太的眼淚 是撥動無數香港人的心願 撥不撥動到呢 撥不撥起到呢 我就不知道 撥動 總之看完他那段 就不會撥起 是吧 但是撥不撥動到香港人 無數香港人的心願呢 我就真的 要問問台長 台長不知有沒有看過那篇文 真的沒得頂 所以我沒有看 所以我沒有看 你沒有看 那我現在說給你聽 所以Q仔寫得很辛苦 你沒有說Q仔寫 麻煩你 誰告訴你Q仔寫 我猜而已 所以你真的 那個是我的老友來的 麻煩你不要亂說 OK 跟Q仔無關 你要澄清 他跟Q仔無關 那是鄭經漢處名的文章 麻煩你 大舊 你最近雖然氣勢如紅 不要開口看著你 大班的中文程度沒有那麼好 你大哥大班中英文都好 所以南華早報有專欄 信報長期有專欄 OK 所以你說話 我發覺你 我只知道大班出身 就是做Payboy中文化而已 他哄到鄭文雅剝衫 這個是他最成功的地方 是吧 哄到港姐剝衫 哄到一個港姐公開剝衫 哄到另一個港姐做他老婆 厲害了 你可以嗎 不行 還有一個最厲害的歌聲 徐小鳳 又被他哄到 你可以嗎 不行 所以你不要說 喂 大哥 你雖然也有一間屋 在大嶼山 是吧 另外一間屋在荃灣 但是你又不夠他的威 在山頂種植度 幾個單位 是吧 我跟他更加住愧不如 兩個名嘴 一個在街邊賣臉 是吧 一個住山頂種植度 你現在不能賣 出入都是富豪巨股 生日就是李澤佳幫他做 是吧 怎麼跟我們 怎麼跟我們整個百人幫你做生日 我們真是高攀不上 你明白嗎 所以我們不敢高攀 有些人說 你老友 對不起 你先問過他 是吧 你不要跟我說 是吧 還有他的老契 天天搞我的 是吧 是吧 那你說是不是老友 他老契天天搞我們的 是吧 搞到我要去 投訴他 那些人 投訴又不成立 是吧 還厲害 左右大局還不夠 還有左右亂局 是吧 所以這個世界呢 我們只是信 信什麼呢 信天理 你明白嗎 很多事情 就是等天理決定 是吧 就是上帝 自然會懲罰這些人 不過我有時是比較粗 我等不及上帝 去懲罰那些契弟 判老我就搞定他 還等上帝 等不及 好 笑話講完 好了 我們先講回正題 上個星期五 立法會內會 就成立了一個專責委員會 因為在對上一個大會 立法會分組投票 你42票 最高票當選 那多虧你提名我 你不提名我 喂大哥 我就 我最快舉手 他提名我第一個 立刻飆起舉手 因為這些選舉 永遠排第一就數點 是吧 是未必的 如果人家不投票 你就會死 差一點 但是呢 那天呢 有些人在歪曲事實 李卓人說 我們早就遇到毓民 對不起 沒有遇到我的 是我發為 他才遇到我的 公開 公開發為 他才遇到我 就說好 鄭家庫就不去 他後來還跟我說 鄭家庫不去 現在民主黨繼續出兩個 另外呢 就是何秀蘭 接著是公民黨一個 加上你就是五個 結果長毛也要去 不是 他的想法呢 就是委員會十二人 建制派就七個 民主派 所謂泛民就兩個 五個 泛民五個 泛民五個 我們兩人跟他說 喂 我們都不是泛民 是 突然間就遇到我們 即是突然間就遇到我們 那三個人呢 是泛民那五個其中 但是當初那五個人名字 都沒有我們 那些人的名字 不是 你說清楚 那些人要聽到一九九 第一 他們 他們 他們建制派 和泛民主派 關上門 密室談判 協調了第一 人數是十二個 第二 就是建制派 按比例要出七個 然後民主派 就五個 民主派五個名單就出了 一個是李永達 一個是金乃威 兩個都是民主黨的 然後一個就是鄭家庫 另外一個就是何秀蘭 一個呢 就是這個吳凱宜初初 就是公民黨一個 公黨一個 民主黨兩個 跟著呢 就鄭家庫一個 那就五個 那就想著呢 泛民呢 就支持鄭家庫 做這個 就是專責委員會的主席 做不到主席 做副主席都 就這樣 那 好了 建制派那邊呢 就是葉國謙負責的 過去這些事務委員會 都是葉國謙 這邊呢 民主派呢 就說劉慧卿 過去幫他們協調的 所有那些事務委員會 政府主席 大家就分餅仔的 你明白嗎 這樣來的嘛 那時候社民連有三個委員 我們就分讀福備事務委員會 選席做一年 我就做這個 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 就做兩年 記不記得嗎 這樣的嘛 在議會裏面 有政黨協商 這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你沒有預我們 你協商沒有預我們 跟著你私相仇仇仇 我就發為 所以待會我會播那段片出來 未看到那些人 我就發為 我發為兩件事 第一 我認為這個專責委員會 有份提名 特首候選人 那些是不應該參加的 這樣才可以保持 這個專責委員會的公信力 對不對 好了 退一步說 沒有辦法了 都要參加 就應該 有份提名 特首候選人 無論你提名 梁振英 提名 唐英年 或者何俊仁 都在這個委員會 不能過半數 第三 就是 這個委員會的政府主席 不能夠提名任何 這個特首候選人 我覺得對不對 這是我第一個提 然後王國興 就撿我口水尾 然後提出一個動議 這個動議 就被人否決了 就是說 有份提名 特首候選人 不可以做專責委員會的成員 就否決了 然後退一步 就說主席 政府主席不應該做 這個就通過了 就這樣 我一發為 接著我就說 你民主派 就是民主黨最大 是吧 接著他 給我吵完之後 這樣 李卓人就說 可以了 現在已經預了你的 阿富不做 這樣我都不行 你民主黨都是兩個 因為現在長毛要出 長毛一定不會執書 我又不會跟長毛協調 這樣就投票 變了六個 所以提名 別人建制派很合作 就提七個人 我們這邊就提六個 十三個人去提票 每個議員可以投十二票 你明白嗎 結果呢 長毛就只有七票 飛了出來 我們兩個有投長毛 我們兩個當然有投長毛 但是長毛就只有七票 因為很多民主派都沒有投給他 建制派沒有投給他 只有七票 那我呢 最高票 42票 是吧 好了 仍然是很多 是支持唐英年的人 進入了 支持何俊仁那些 支持 何俊仁呢 有份投給何俊仁呢 公民黨 民主黨 何秀蘭都有份投 他們變態的 他們反對小卿市選舉 過何俊仁這場人 然後他說 我投票就不去投 不過我支持這個 提名就給何俊仁 是不是變態呢 這班人 被我踢爆了之後 然後 大舊就提名王毓民 你明白嗎 那變成12個 變成13個 那 長毛 又有人提名他 是不是 那他自己提名自己 長毛自己提名自己 那 有人窩疑 我們當然窩疑 那變成13個候選人 選12個 小弟呢 就是42票 最高票 當時在場投票的人 大約有50人 那這個真是破天荒 黃毓民在立法會 一個這樣的專責委員會選舉 竟然可以拿到42票 很奇怪就是 不少民主黨的人 都有舉手 不是 他要舉舉嘛 你不舉就不行 因為我已經說了 是不是 他就要舉 不要緊 他不舉我也會進 那問題就是說 你看到這個就是先天不足 然後可能就會後天失調 我們多不喜歡梁振英 都好 我不覺得這樣做是恰當的 對不對 你矛盾嘛 是不是 有些人說 哎呀 個個議員都有政治立場的 是不是 有什麼這麼奇怪 為什麼一定要說 提名過候選人 那些人 你在這件事擺明是做一個 鬥獸場 有些人可能會 那天沒有人舉外國的例子 比如在美國 很多時候 一些這樣的委員會 就是被那個 在野黨立了 或者被那個執政黨立了 那人家又沒有吵的 那怎麼辦呢 人家那個是民主選舉產生的 那個都是 對不對 是不是 人家有這些政治防腐機制 有很多 是不是 輿論會監督他們 他信私 他不按照那個委員會的規則做事 人家不投票給他 會出現醜聞 但是香港不同 對不對 所以問題就是說 大家看得很清楚 大家是國懷鬼胎 是一個政治國 所以現在我就變得辛苦了 因為在這十二個人裏面 講句難聽些 最公正的那個應該是我的 結果是 是不是 個個都有 這班人 是不是 我既反唐英年 又反梁振英 又反何俊仁 是不是 跟我無關 是不是 民主派那些 一定不會 這個何俊仁 是不是 做唐英連B隊 梁振英 一定會重手打梁振英 你看他們打梁振英的力度 是強於打真任權數以百倍計的 但是如果你說政治的失德 你特首 連串所謂海洛孔大貪腐的情況 給梁振英漏報利益的問題 相差很遠 我們現在要啟動 這個星期六 就要開第一次的預備會議 那就決定議程 空前信聰 當然 會不會在3月25日之前 特首選舉會傳召梁振英 來這個立法會應訊 這個星期六開會就會知道 所以梁振英寫了一封信 在星期五 用Email給立法會主席 提出這個委員會是很不公正的 OK 希望這個主席 重選 我打給主席 他說他干預立法會 通常大會主席 就是你內會通過的事情 他很少會改變你的 而且這個是行禮如宜 專責委員會要他每一個議員 發信委任的 譬如說你內會選了這十二個人 之後呢 大會主席呢 就要給我們一封信 委任我們做這個專責委員會的委員 我今天已經收到一封信了 就是說這個主席 你也有味 他是照做 他不會重選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這個梁振英很可惡的 就是說 在3月25日特首選舉之前 這個專責委員會 不應該開會 嘩 我就開始火了 你明白嗎 你都未做特首 那麽家產 你就一直干預立法會的運作 所以梁振英 這個也是契弟 你都未做特首 你都不是現在政府裡面的人 你竟然敢公然去干預立法會的運作 第一點叫人重選 第二點叫人不要在這個特首 就是選舉之前 就是開會 喂 這件事我覺得非常之過分 你可以發表意見 認為這個專責委員會 因為有很多支持唐營的成員 我認為就不是很公道 但是我期望這個委員會的成員 能夠公正來做事 這樣講都還講得通 你要我們重選 要我們3月25日不要開會了 本來呢 我都覺得3月25日之前 開不開會 我對我來說不有所謂 現在我一定堅持 在特首選舉之前 一定要開會 還要照這個人家產來 梁振英給主席那封信 就給了所有議員 我立即回覆他 我說 不容干預立法會的獨立自主 現時以如此強權 如成功當選 如行接受立法會的監察 我立即抹擦他 我跟這個委員會有什麼事 但這個委員會一成立 這是立法會的決定 你怎可以這麼妄忽 漠視這個立法會的獨立自主 你有權影響我們 你有權決定我們的運作 嘩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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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大佬被你當特首 你們個個都剷走了 簡直是完全漠視行政立法 互相獨立 那個制衡和監察的關係 喂 政府之前不斷拉票 希望過不了那個P&P 過了之後 政府夠不夠膽 說你成立了委員會之後 叫你重選 政府尚且不夠膽 你梁振英憑什麼呢 狗屁不通 政立法 所以從這封信看到 他完全對那個行政立法關係 和基本的一些政治民主理念 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的 完全沒有的 我現在今天講這些東西 希望支持梁振英那幫乾弟 你就告訴梁振英 我現在告訴你 你是乾弟來的 OK 你如果當選 我一定跟你玩到底 說完 休息一會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主席 我們就是支持啟動彈劾的程序 剛才法律顧問解釋得很清楚 其實我們自己看基本法的條文 根本也不用問法律顧問 我也知道是怎樣做的 第一步 就一定要15個人聯署 先啟動那個程序 成不成案呢 就要立法會分組投票 在這種政治生態下 就多數都是被否決的 就黃論開這個調查委員會 但一個重要的政治意義就是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現在我們不是要去 講一下誰跟你老友 怎樣老友法 我都不會去理解這些東西 根據表面的事實 和他自己所承認的東西 已經足夠構成這個續跡了 政治誠信有問題 政治道德有問題 作為一個行政長官 要承擔政治責任 道德責任 這個啟動就是 要在一個政治道德裏面 才是告訴大家 它是沒有的 這個很重要 至於你不過 你就所有立法會議員 自己承擔責任 起碼在歷史上 第一次在立法機關上 啟動一個彈劾行政長官的程序 喂大哥 立法會議員經常說自己沒有權 現在有權給你 你都不用 B&B 剛才長谷講得很清楚 結果是什麼 所以泛民主派的朋友 如果你可以說 這個過不了 我們全部支持這個啟動 啟動的程序就可以成立 如果你都不做 就讓公眾去看 我們會支持現在的P&B 但問題是說 P&B在大會分組投票 被人否決之後 你知不支持啟動這個彈劾程序 不支持你承擔歷史責任 講完 曾經文議員 主席 其實快點投票 再這樣糾纏下去 都沒什麼意思 大家的觀點都講完了 不過我也想回應剛才李永達的說法 他說 不是輕易用這個empeachment 舉這個美國例子 人家的民主國家 有很多政治防腐機制 你有什麼 這裡 講話 真是鬼為民主派 人家有一個健全的輿論監督制度 有種種的防腐機制 由國會 至到其他的機構 你有什麼 連立法會 等於的權力 你們都要放棄 很簡單的道理 你有政治防腐機制嗎 知道什麼叫政治防腐嗎 李先生 你沒有 我不會反對你B&B的 我一定贊成 但我要告訴大家 如果到最後 我只是想問你們 曾蔭權應不應該下台 我想問民主黨 你們都好像叫他下台 以前 只是叫口號 是這件事是不是要下台 要下台 他不肯下台 是不是要彈一下 道理一致的